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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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呢 電話沒電 Apple Watch沒電 連耳機都沒電 糟了 現在多少電我都不知道 好了 這麼極端的情況確實是少有些 但我總是會有一樣東西 忘記充電 好像是做運動的時候 就忘記充Apple Watch 外出的時候就忘記充耳機 或者是電話 那些人經常都找不到我 其實我是無辜的 所以我現在學會了 外出的時候都會隨身 帶著這件東西 這件東西叫Airbox Go 是一件有1萬mAh的超大電池 可以同時間充iPhone AirPods和Apple Watch 有MagSafe認證 所以就算同時充三樣東西都非常安全 而它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帶著線 才出街 它有在三個位置分別用來充三樣不同的產品 不會阻礙到大家 中間MagSafe位置是iPhone 上面可以放Apple Watch 而最好就是這個可以打開的位置 可以放你的AirPods 就算一次過充三樣東西都可以好像縮一塊 一萬mAh是甚麼概念呢 大約可以充三次iPhone 16次Apple Watch 以及25次AirPods 另外它還有20W USB Type-C 可以用來充iPad 或者沒有MagSafe的電話 可以說是帶著這件東西 就可以一塊夠全家 不過就這樣說 大家就不會覺得它有多厲害 讓我現在一次過充三樣東西 看看充半個小時就可以充多少電 充了半個小時之後 Apple Watch就由19%升到44% iPhone由31%升到29% AirPods的耳機就由92%升到100% 充電盒就由79%升到91% 不過它多厲害都好 其實我最喜歡它的地方 就是它的外形都很帥仔 白色和直灰色的設計 整個機身大約18cm 3.5cm厚 重量大約360g左右 和一支細長罐的汽水差不多 以這麼多功能合一的大尿袋來講 已經算是很輕便 這個Airbox Go 之前Momax在Kickstarter 已經做到眾籌達標 而且還超出了預期目標 看起來都頗受歡迎 不知你們對它又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又想知道更加多的資訊 就記得Follow我 和Momax的Facebook IG和Youtube 還要記得Like Subscribe和Share 來吧 來吧 來吧